第11题 上完体育课后 以诺、俊泰、云浩和荣安 四人各喝了一杯水解渴 根据下列的对话推算 谁喝了最多的水 我们要比较谁喝的水多 我们要把我们的水的单位换成一样 看要换成质量 还是要换成毫升 还是要换成我们的末术 或者是有多少个都可以 我们这里我们选择通通换成质量 首先以诺喝了600毫升的水 是体积 根据公式D等于V分之M 我们的质量就是我们的体积乘以密度 水的密度是E 所以我们的600毫升呢 就是600公克 所以呢我们的A以诺呢 喝了600公克的水 而我们的俊泰呢 喝了30末 那我们晓得末要换成质量 要乘以原质量或分质量 H2O水 它的分质量呢 是一个氢是E 两个氢 加上氧是16 所以是18 那我们喝了30末 30乘以18呢 是540公克 所以呢我们的俊泰呢 喝了540公克的水 而云昊呢 6乘以10的24次方的水分子 首先要换成末 那么一末是6乘以10的23次方 所以6乘以10的24 除以6乘以10的23 就是石末 那我们就晓得 它一定会比俊泰喝的少 不过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再换一次 要乘以我们的原质量分质量 变成质量 石末乘以我们的18 就是180公克 所以云昊喝了180公克的水 那荣恩呢 就是我们500公克 不用换算了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就发现呢 以诺喝的水最多 因此第11题问我们说 根据下列的对话内容推算 谁喝了最多的水 我们答案选的是A 以诺 我喝了600毫升的水